清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 男子站在路边看到警车就伸手求救 他原本和朋友开心唱完歌 搭计乘车回台北市南港的家 没想到和问奖吵起来 双方当街大打出手 他被问奖推倒在地海被抢钱 犯嫌是因车资问题 与被害人发生口角纠纷及肢体拉扯 进而抢取被害人身上财物 警方立刻通报车号拦截围捕 线上巡逻网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发现 问奖开在体外道路 身上还有刚抢来的现金 一查发现这位问奖有公共危险 和过失伤害的前科 虽然办营业登记要申请良明证 不过其他的进程村问奖就说 良明证的申请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 写身份证字号警察就会去查 看你有没有犯过重大刑案 只要个人没有犯过重大刑案 都会剥夹 朋友他有侵占公共危险 他办得下来 对对对 他持续跑车 是 警方表示依照目前的规定 合格的计程车驾驶 除了要向警察局申办良明证 还要有计程车营业登记证 也要接受过讲习课程之后 才能职业登记 如果有杀人恐吓 抢夺强盗枪炮毒品 性侵害这类重大案件 或是对开车安全有疑虑的前科 良明证就不会合发 华氏新闻红沛华王晨逸台北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